下午三点长龙海运股东委任律师团 来到台北地检署 是向长龙集团大房长子张国华进行提告 众所周知长龙集团的总裁张龙发先生 遗嘱指定是由张国伟先生接班集团总裁 所以巴拿马长龙国际董事长应该是张国伟 长龙海运如果没有跟合法的巴拿马长龙国际代表人 进行上开交易 这样的交易的无效将会造成长龙海运 接近300亿的巨款的损失 近半年长龙海运在张国华主导下 花费近300亿向巴拿马长龙国际 买了三间公司股权以及一笔不动产 股东委任律师控诉张国华根本是左手换右手 涉嫌交易罪和背信罪 因此25号正式向张国华和9位长龙海运董事提告 而这位委任律师正是K董张国伟派驻的力荣 航空董事已让未解猜测 背后是K董告上大哥 我们今天就是纯粹受长龙海运的股东的委托 来提起这件形式告诉 我们也会向世界各国的洗钱防治单位进行举发 律师否认委托人和张家兄弟有关 长海运则回应表示所有资产取得绝无任何违法行事 另外股东主张巴拿马长龙国际的常任董事长 为张国伟或张国民也是错误事实 张龙罚故事留下遗嘱 遗产留给四子张国伟单独继承 老三张国阵提起遗嘱无效诉讼 一审败诉再上诉遭二审驳回 原以为经营权之争暂时平息 如今随着大哥张国华被告 长龙宫斗拒未完待续 三连新闻和孟哲商云台北仓报导